别要搞个男的 我肯定关屏幕哦 我自己看 不给你们看 上次女观众占到大便宜了 也不刷点礼物 可真行 真的是 连个牌子都不开 看见那么精彩的直播 也不开个牌子 四号没人救 这还可以 你屋我地儿 让四号拍上平平牌 不用就也行 好吧 四号拍上平平牌 然后发不上什么言了 你屋看着我 好吧 过了 我是预言家 我第一天验了这个六号 是张狼人牌 我们今天一起把这个六号 给出了吧 好吧 女巫没有救人 那说明女巫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双药 那我还能再验一天人 那我如果晚上死了 希望女巫能够救我一下 为什么验六 是因为这个 因为有大神跟我说 这个游戏边角位会开狼 然后我这个 因为我看五号离线了 然后我自己又在一号 我就边角位只剩下一个六的就验了 你还别说一验 你猜怎么着 还真是个狼 那还真挺厉害的 那就百六出了吧 好吧 然后我再想想 我下一验 可能会验 验那个 说我不太像袁家的人 我过了 我狼队友是谁 我忘了 跳袁家吧 现在听不出 主要是停下六号的发言 二人牌 一号跳 愿家给六号发查试 就你这个摸人逻辑 我点了一下你的头像 我拿一千多场 胜利百分之七十 我的天呐 边角位六号边角位没错 就按照正常逻辑的话 你摸五号 离线 你应该摸九号 对吧 你摸到六号 好吧 我踩一下好吧 玩了一千多场的玩家 愿家摸到六号去了 我我有点想不通 好吧 我就这一点啊 反正玩的多了 我都知道好吧 这个道具发言的游戏 好吧 如果我这个一号 我百分之百的摸九号 好吧 不会摸其他人 还够呢 你摸你妈呢 我八号这里好安排 好吧 到了 你这个摸人诺记 我想不通 玩了一千多场的玩家 好吧 我过了啊 哼 我大神 好吧 我只能把你摸我的船 我就在哪里 找到哪里 你摸到哪里 你摸到哪里 没什么 我都没摸到哪里 我摸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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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到哪里 我摸到哪里 那个 六号呢 是预言家 就一这位置摸到我六了 就很尴尬 一呢是个狼 六呢摸到这张九 九是个精髓 七八里面得开狼 刚七大概零十张狼人头 哇就六是个预言家 这一就发得很准 给我六预言家发了个精髓 发了个茶色 哇就六这位置确实是个预言家 就今天出六呢 就你好人可能会出六 就你无在的话 把这张衣泼了 好吧要不然明天起来 狼人就绑票了 六呢底牌上一预言家 好吧就你好人分不清 一定要把这张衣给我泼了 那个就过了 六号一个茶沙 六号给九号一个金水 那如果盘 六号是皮狼的话 那他如果在这个地方才原地起跳的话 是不是得说前面应该开他的两皮狼队友 所以他没办法他才能原地 他必须得原地起跳好吗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八号 如果盘六号是皮狼的话 六八应该是共编的 因为八号一上来的时候 就讲说不太认这个一号 我对话你这个八号 我觉得一号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位置 他想 因为六号九号五号他都可以摸 比如说其他的左支位 其他的牌必须应该要摸一号 就是艳人逻辑来说 但是一号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所以我觉得他六号九号 都是可以摸的一个牌 好吧 那如果盘一号是皮狼的话 他给六号一个茶沙 他给六号一个茶沙的话 我觉得 左支位 必须开他的狼队友好吧 那二号的身份在我这里不好 三号 三号就是一个好人牌好吧 不怕艳的一张牌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二号没有发言 我觉得怎么说呢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局 因为双校女巫还在场嘛 这局的话一和六 我也分不清谁是真的预言家 不然我们把这个七号 就是不发言的牌出了好吧 可以 不归一也不归六 就把这个不发言的牌 七号先出了 七号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 然后看一号和六号 然后明天女巫带队 看一下抱抱一下刀口 然后一和六 让他们再宴一轮 听一下他们的发言 好嘞 就明显的表演表演性是什么 然后这一号我踩一下 但是这六号我也不太信 今天初七号没问题 二号一张好人牌 一号青彩 初七号没问题 死守着吧 哎呀 先把七号干了 万一是个女巫呢 对不对 因为女巫没救人 七号人家可能不在 我滚你妈 直接把七号干出去 反正他不是 他不是好人 他不是狼 我滚你妈 直接把七号low了 哎呦 逗死我了 一二三三郎 八号还投六呢 要绑票了 什么直接就绑票了 说我没发言 我七号怎么没发言了 我刚才发了半天一眼 然后说我没发言 是我的麦又黑麦了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什么情况 反正 二三都归我 那我就这样跟你说 我七号就是女巫 女巫已经走了 剩下的跳女巫的 你直接给我拍死就好了 你妈 跳女巫 我明天给你跳个女巫出来 天黑 老子明天给他跳个女巫 赶紧拍个笔 拍个笔抗 游戏是不是结束了 哦不对 还有个枪 天亮了 你妈 直接把六 直接把女巫给low了 三号太厉害了 6号死了 1号坐不时了 8号投的6号 嗯 唉 我 我 上局票刑啊 上局票刑 上局票刑是8号投的6号 现在6号死了 还有1号 1号跟6号 9号 是8号 9号 5号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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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6号 够他们 假如说九号是个好人排的话 九号你就跟着头好吗 因为五号离线 有可能五号是最后一匹离线了好吗 因为六号倒排 虽然女巫出去的话 男人自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那你九号就是六号摸你九号是精髓 那你九号是好人的话 你跟着头好吧 这局把一号投了 因为一号上局的时候 你既然是跳渊家 你不投六号 你投七号干嘛 我就问你一号 这局的话 我觉得一八应该是双狼吧 因为一八是双狼 我就看你一号怎么表水好吗 然后一八是双狼 然后另外一匹狼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五号吧 因为不然的话你一二八三匹狼应该绑票 但你二号不是那就是一八双狼 八号过麦在我这 网面比较大 然后听一下一号怎么说吧 一号投七号很奇怪 但是六号也应该投 跟他对跳的一号 我有没有投八号 是说他觉得八号狼面很大 反正这一把的话 我会听一下一号发言 然后可能一八里面选出吧 我验的二号是个好人 这不是啊 那昨天我说要出六 到你们三号和二号那个位置都说要出七 你们说的要出七的呀 那你们说要出七 我就只能听你们的一起出七啊 那因为我自己出六六出不去啊 哎你这三号这盘还来咬我一口 说我一号要出 我一号出七不对 那不是你三号先说要出七吗 我听着你 这个声音还挺好听 我就帮你出了一下七 你这回啊 说要出我一号了 那不行 那在场的这个好人兄弟们 我们来 我们一起今天送三号玩家走 好不好 这二号一样的是个好人 那三号玩家你跑不了了 你铁狼 你这出完女巫还想出我预言家 你你你走吧 三号啊 我都不用验你 你铁狼 出三 走吧你给我啊 死我你啊 二号还捅我呢 九号 九号是谁啊 九号 九号不是个狼 九号是我狼同伴吗 二号是我狼同伴吗 二号不是我狼同伴吗 九号为什么跟我出三了 九号 狼吗 九号我对话换你 你是一匹狼呀 六号给你发了金水 然后一号在这里 他把我出掉 你看游戏结束吗 我的天啊 所以这个六号 六号如果倒牌的话 也有可能九号是匹狼是吗 是 狼采狼 六号吧 给九号发一个金水 做高他的身份 六号玩自刀 做高你九号的身份 对对对对对 只能这么盘好吗 对对对对 哦 天啊 我是服了服了 那你们就明天 那肯定好人输了呀 我三号是个名 天黑 请闭眼 你怎么还投我呀 二号 你怎么回事啊 你 我肯定投你啊 那不投你 那能玩吗 九号 九号 九号没投对 你会算算数吗 场上还几个人 绑不绑票 五号是不是离下 你算算了 你五号离 你五号离线 这局 你投你也是赢 不投你也是赢 那不一样 你这出卖兄弟 你这出卖朋友不行 真的 不是 我首先 我都已经 已经确定了要 我首先 我都已经确定了 要踩你 那就是踩你 你真的真的伤心了 伤心了 这三号必信 天亮了 还妈勾呢 他肯定也觉得 三号人家发言好听 妈的 老色批 还跟他妈三号一起投我 哎 这都妈气死我了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老色批了 欢迎明哥